为了能够与天津全舰解约,莫德斯特将全舰起诉至国际足联,国际足联相关人士在接受把新社采访时确认,他们确实收到了莫德斯特的上诉。 莫德斯特与沙特豪门阿尔希拉尔走得很近,但阿尔希拉尔希望莫德斯特能够以自由神来投,他们还对莫德斯特当下的合同持有怀疑态度,这也成为了转回的关键。 莫德斯特以上诉至国际足联,并向全舰索赔1100万美元,国际足联确认,莫德斯特为了与全舰解约已向他们求助,我们确认已收到莫德斯特关于雇佣关系,向天津全舰俱乐部提出的索赔请求。 但是更多的细节他们没有透露,全舰在今下以2900万欧元买断了莫德斯特,合同签至2020年年底,距离新赛季沙特联赛的注册截止期还剩6天,莫德斯特能否如愿离对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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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